你他妈该死你最该坏死的你 你最该坏死的你 你不是人 你杀死的病狂 这是2002年12月6日 青岛一名杀人犯在法庭上的真实影响 这名杀人犯名叫李德斌 画面中受害者的家属异常激动 疯狂地骂着李德斌不是人 最该万死 最后情绪失控 拿起桌上的包就朝李德斌的头扔去 直到警察直至才肯暂时罢休 另一边 面对受害者母亲的疯狂攻击 李德斌双手戴着手铐 一脸淡漠地坐在椅子上 仿佛无视法庭上发生的一切 那么到底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才导致他在法庭上 不管不顾地攻击李德斌呢 李德斌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导致他如此病态的心理呢 2015年6月18日晚上10点 山东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伙郭红斌突然接到女友郭小杰的电话 说自己下班回家的路上 有一段路灯坏了 自己有点害怕 希望郭红斌去接他 郭红斌听完 立马下床换好衣服出门了 原本两人约定在半路碰头 结果郭红斌走到一半没看见人 心里也没多想 因为郭小杰心情不好 要自己去工厂接 结果到了工厂也没人 郭红斌立马感到不妙 马上打电话给女友 可郭小杰的电话却显示关机 无奈 郭红斌只能到处找 但是找了一大圈都没看到人影 郭红斌想不通 自己去到工厂 离女友下班只有十几分钟时间 他能去那呢 后面的时间里 郭红斌找了郭小杰 可能去的所有地方 问了郭小杰可能认识的所有人 却依然没有郭小杰的下落 眼见迟迟没有消息 6月24日 在找了连续一个星期以后 郭红斌和郭小杰的家人 终于拨打了报警电话 青海五夜杀人狂魔 绿花袋内连续发现两具女尸 作案手法极其相似 在接到报警电话以后 青海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 三天后 有市民向警方反映 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某个偏僻的草丛中 发现了一具开始腐烂的女尸 得知消息后 警方火速赶到现场勘察 通过法医尸检 死者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 是窒息死亡 生前还有被侵犯的迹象 而这具女尸 正是失踪多天的郭小杰 得知此消息 郭小杰的父母悲痛欲绝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未满20岁的女儿 竟会惨死荒野 而就在警方找到郭小杰尸体的当天 在经济开发区第四中学 公交车站附件的绿化带内 又有市民发现了一具新的女尸 据调查 死者是来自吉林的金林 在开发区内的一家手机店 当收银员 容貌颇为俊俏 6月24日晚上9点 金林在下班以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金林失踪后 他的男朋友和家人非常焦急 四处寻找 他的同事和好友 也在网上发布了寻人启事 可迟迟不见其下落 直到6月27日 金林被人发现 惨死在绿化带内 脖子有勒痕 生前也遭遇过侵犯 毫无疑问 两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 在案发现场 金林的姐姐伤心欲绝 不断地挨着民警 让她再看自己的妹妹 与此同时 同一段时间附近 出现了多起年轻女性 被侵犯 然后勒死的案件 一时间 经济开发区的市民们 人心惶惶 都害怕杀人狂魔 降临到自己头上 你干什么 你最该快死的你 你最该快死的你 你不是人 你杀心病狂 青海杀人狂魔 庭审现场 是生命如粪土 连辩护律师 都对其牙痒痒 就在开发区市民 人人自危的时候 始作俑者 此刻却在逍遥法外 过着悠闲的生活 只可惜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在中国杀的人 即使你逃到天涯海角 最终也会被绳之以法 通过各种线索的调拆和整理 警方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李德斌 这本就是一名 有严重犯罪前科的人 李德斌 1984年生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混社会 2002年12月6日 在其18岁生日当天 因犯抢劫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放火罪 被黑龙江省林区中级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后于2014年6月20日 减刑释放 李德斌的辩护律师 从他的妹妹口得知 李德斌不是父母亲生的 但父母对哥哥 比对亲生的他还好 从小娇生惯养 出狱后 李德斌就来到了妹妹家中 妹妹经常拿钱给他花 李德斌还很快交了一个女朋友 并一起租房子住 他曾经在一家公司应聘当保安 但是在实习期内行为散漫 经常睡觉 吸烟 叫啰铛 领导对他非常不满意 另外 他还提供不出无犯罪记录证明 干了两个月的工作 毫无意外地丢了 此后 他的开销基本上都是妹妹给他提供 女友也嫌弃他不上进分手了 对生活彻底失去动力的李德斌 再一次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被抓后 李德斌要求 对自己快点执行死刑 对生命的不尊重可以说令人发指 仿佛人命如草芥 甚至对自己也是一样 最终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2016年1月14日做出判决 认定被告人李德斌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转发 人�下不肯定 收宪 走 草芥 公元